我明天要出道门 可能得个十天八天再回来 去哪里 不走远 就去保定 大哥去保定做什么呀 这事不能说 公事啊 小三 你跟我去吧 好啊 我这就收拾东西去 第二天 兄弟俩一大早就离开了 他们前脚刚走 荣毅公主就让人来传话 让沈云青和孟香香 去一趟公主府 公主恢复状况很好 请您放宽心 除了不能生孩子之外 什么都很好 是吗 是 说起来 真是捡回一条命了 我该好好谢谢你这丫头 他抬抬手 两个穿着青色笔甲的丫鬟 一人捧着一个三层锦盒过来 一个是给你的谢礼 另一个是给香香的天壮 从公主府回去 两人回去打开锦盒 才发现原来都是满满的首饰 这里是不是太贵重了 没事 你习惯了就好 公主从前给我的赏赐也很多的 既然是给你的 你就收下吧 对公主来说不算什么 你对他那是救命之恩 那我就收下了 都是好东西 将来分些给蝉蝉做嫁妆 再留些给安根媳妇 你自己带 你多年轻啊 我嫌累赘 我不喜欢那些 娘 你带这个好看 我不要 我不要 我带着这个 像供之祖宗似的 时时都得惦记着 怕碰坏了 可饶了我吧 娘 您说狗圣也是 怎么就不给他媳妇买这花袋啊 我看这孩子 真是没长着心眼 她才回来几天呢 还没有摸清云青的喜好 贸然买东西也不一定好 急死我了娘 我怎么觉得云青和狗圣 还有种井和香香 都不怎么对劲呢 都没事 嗯 您说没事就行 沈云青正在衙人的带领下 又花了五千两 买了一处宅子 还有啊 千万的农田 要是有好的 白木以上连在一起的凉田 也来告诉我一声 嘿嘿 是是是 夫人 您这是要 他是防着和贺大过不下去 随时跑路 跑路就算了 我也不想仗尽走天涯 可 可是大爷很好啊 那我不好吗 您也好 所以你们就应该在一起啊 海棠 你真太可爱了 娘 孟大人现在不是二叔的岳障吗 是啊 成亲的时候那么热闹 你不能这么快就忘了吧 可是我觉得 孟大人对别人都和颜悦色的 单单对二叔很严格 那是爱之深 责之切 可是 您对别人 都没有对我好 怎么到了孟大人那里 就变成了 对谁不好 就是喜欢谁了 因为你还是个孩子 需要温和的引导 但是你二叔已经是大人了 需要严厉的教导 哦 娘 爹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吧 娘 我想我爹了 回来了回来了 三哥回来了 姑姑 我爹呢 三哥 大哥呢 大哥当然是回去负命了 他又不是我这样的白丁 都没事吧 没受伤吧 小三 你快过来让娘看看 哎呀娘 没事 我立功了呢 我活捉了两个土匪 孙叔 那我爹呢 我爹肯定比你厉害 是比我厉害一些吧 但是我没受伤 大哥挂踩了 你大哥受伤 你得意什么 季武竟然这般说 肯定是受了点枪伤 是吧 对 大哥说了 就是点皮腕伤 不过大哥说了 不让他回家提 完了完了 大哥回来 肯定会收拾他的 贺长公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 想爹了没啊 啊 想了 想了好多好多次 爹 都数不过来的那么多 狗事 快让娘看看 你哪里受伤了 没事 娘 这里 阿弥陀佛 佛祖保佑 你爹保佑 我赶紧去给你爹 烧住香去 我赶紧去给你爹烧住香去